市民被瘟疫搞到鸡毛鴨血, 很多公司都快要倒閉, 無論餐廳也好美容院, 很多叫苦連天, 因為很久都沒有生意做, 所以他們最希望的當然是可以處理到疫情, 但如果你未處理到, 如果有些錢去幫他們當然想, 但市民很不明白政府給了很多億或十億大財團, 有些超級市場都不知幾好生意, 你又再給多些錢他, 有些小的現在快要掉鹽水或者要倒閉, 又無人理, 很多市民感覺到很生氣, 如果你再給錢那些大財團給那些超市, 那怎樣? 你說叫他抑一下市民, 抑一下時更加多人去他買東西, 其他小商戶又無人理那些小商戶, 更加快倒閉, 所以大家真的很生氣, 越整越生氣的市民, 但亦都不見到特區政府幫他們處理到疫情, 現在又說要全程檢疫,雖然說要自願, 因為其實很多市民已經說了他是不想去做的, 一來他又信不過那些人, 而且他們很怕有人拿了DNA的樣本送回大陸, 因為大家都知道在大陸好像政府控制了很多市民的DNA, 可以追蹤到他,那些市民是無私隱的, 香港市民是很害怕, 雖然特區政府官員林鄭月娥也好, 張建宗都說過很多次是不會發生, 但因為他們都無公信力的, 他講甚麼鬼人信嗎? 還有有些就算公共醫院的醫生, 醫護人士都出來說這件事是不太行, 加上健康碼有些親共人士說有健康碼可以搞好經濟, 他以為拿著健康碼又可以去吃飯又可以去買東西, 有些醫生在說有沒有搞錯, 你知不知是甚麼來的健康碼, 所以我再講,林鄭月娥初初委任四個專家醫生教授, 說她就這件事有很多知識, 叫她給特區政府給香港市民意見, 現在當社會大家那麼紛紜,那麼擔心, 而且很多市民也真的不是有很多知識, 為何那些專家不出來說話呢? 或是好像被當日香港大學的梁翠偉教授講中, 就是政治凌駕了科學,凌駕了醫學衛生, 因為現在市民很緊張醫療衛生, 但他是不信特區政府和大陸來的人要做那些事, 現在又說幫我們做檢查就要測試是否確診, 但市民又不信特區政府就說做的啦做的啦, 然後又說不知給多少十億, 不知多少億給那些公司, 有些人當然是香港人,但很多是大陸人, 哇你那麼多錢就給了他們, 但是到底是甚麼呢?甚至有些香港大學的醫生都說, 現在做這個全民檢測已經過了時機啦, 不是應該做,我希望他們的醫學界, 即是有些勇氣,有些獨立性,出來講些人話啦, 我又說不知要丟多少億出來做這個防疫基金, 下個星期在立法會就開會啦, 我相信所有的議員, 包括我們民主黨的議員都會出席的, 他們亦都聽了很多意見, 我希望當局就聽一下那些議員的意見, 因為很多市民真是看不過眼, 為何那些錢每每都要落下去大財團大公司的口袋呢? 其實就不是撐市民,是撐這些公司, 尤其是撐大公司, 而很多市民現在真是慘到有些飯都沒得吃, 是很痛苦, 所以我希望議員各方面的意見是講出來, 即是不要將香港人的錢不斷浪費, 不斷益這些大財團, 如果這樣做市民又幫不了, 那個瘟疫又抗不了, 哇這個政府真是千古罪人, 當局說要找哪幾間公司的時候, 是很匆忙地去做的, 是完全無咨詢,無透明度,無問責性的, 甚至現在說去做全民檢測, 都是很匆忙地說要去做, 見到市民怕得那麼緊要, 有些說不懂做, 難難又要找私家醫生、醫護、牙醫, 全部人都要找來做, 全部都是急就張, 是無談過, 是無諮詢過, 當然無跟立法會談過, 所以現在有些人打官司, 所以無論公司也好市民也好, 大家看得到現在可以制行到它是法院, 我們希望法院真是為香港市民討回公道, 而特區政府真是唉, 又拿香港市民血浪錢去浪費, 但亦都買不到回來給市民有個安心, 更加無人覺得到它是處理好疫情, 現在很多人叫苦連天, 我相信政府自己都說, 經濟今年會很差, 很多公司會倒閉, 越來越多人會失業, 你說香港搞到這樣, 你說大家不生氣又怎樣, 特區政府要做的事就是搞好民生, 搞好我們的制度, 搞好經濟, 不是趕人們去大陸, 如果是這樣用你做嗎, 我覺得很不負責任, 現在香港水深火熱, 香港經濟民生政治法治自由, 人權全部都有問題, 好心去處理一下, 不要出來騙人, 或者說你去大陸, 要去大陸那些就會去, 現在亦很多人移民, 我有一些徒弟告訴我, 其實他很多同學都已經走了, 或者準備走了, 要走就走, 但很多人無得走亦都不想走, 特區政府盡量做好些事, 怎會做得好呢, 就是聽社會意見, 聽立法會議員, 聽民間各方面聲音, 不要只側一邊, 不要只會聽習近平集團意見, 死得了, 我相信亦無謂講軟字, 我們快搞好現在, 大家齊心, 不要灰心, 大家努力在自己崗位盡量做事, 希望搞好香港, 亦都要給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壓力, 知道我們香港人仍很緊張我們自己的生活, 希望他們不要亂來, 我覺得現在講是太早, 現在講是怎樣, 不是明年後年的事, 現在實在太多人要處理太多事, 當然如果你說他連任, 我相信百分之九個香港人一定是舉腳反對, 不過現在我想無謂談, 較早前他又說他辭職, 交給習近平, 中央又不讓他走, 那你信誰, 總之大家非常討厭他, 但大家都要拼命捱, 搞好現在香港的情況